这是相关文件 这是卡 你看一下吧 如果同意的话 在这儿先走 你不是看过了吗 是 我看过了 那我就不用看了 不 你还是认真地看一下 用不着 既然我委托你 我就完全相信你 是签在这儿吗 卡上的密码就是戴维的生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改一下 我知道 有了这笔钱 我就可以付你律师费了 不 当初我跟你说好 我为你的服务是义务的 如果收了钱 那就是我失验了 到现在 你委托的事 我已经全部办完 我为你的服务也到此为止 怎么到此为止呢 当然到此为止 你的眼睛好了 已经不再需要我了 我怎么不需要你 我当然需要你 而且是永远都需要你 我要跟你续约 续一辈子的约 绝无可 如果我一定要签呢 如果我一定要签呢 你跟别人签就好 从现在起 我不会接你的电话 不会再负你的短期 更不会再跟你见面 如果见面的话 我也不会认识你 再见 你这么做是没有用的 懂吗 小方鹏 你这个混蛋 老肖啊 你何苦把话说那么绝呢 这样他会恨你的 宁可让他恨我 宁可让他恨我 也别让他爱我 可是你要知道啊 一旦女人要是恨上一个人 那也是挺可怕的 那就让他恨吧 我不在乎 只要他恨我一个人 那就好 你好小姐想练什么 瑜伽还是健美超 我要练拳击 拳击啊 不好意思我们拳击教练不在 没关系 我自己练 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我不会再接你的电话 不会再回复你的短信 我不会再跟你见面 就是见了面 我也不会认识你 小方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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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鹏 小蝶 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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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请问您买车是家庭用还是商务用 自己用 那请问您想要什么价位的呢 我们现在有十万块钱以下的 十万到十五万的 十五万到二十万的 还有二十万以上的 都可以 那么您比较偏爱德国车 日本车还是韩国车呢 这都无所谓 我主要要求的是安全性能好 这样啊 那您看看这款车怎么样 你现在站哪儿啊 你不是退出了吗 这老白他死过不让 求我半天 我想想算了 大家都合作那么多年了嘛 这就对了 你说为了一不相干的人 伤了和气 不过最近从王妃 都没什么动静啊 我就说了嘛 干脆让她死了这招心 太去消停了嘛 其实说起来 她也怪可怜的 行了行了 你别再可怜她了 可怜到最后 最可怜的是自己 这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这种局面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你们男人的心啊 够硬的 不是 那你的意思 是让我再软点 那我可就软了 行啊 你软呗 你软点试试 我可不敢 那样也不敢 爸 妈妈 我们走吧 需要找会 行 你们俩先走吧 把窗户关一下 好 好嘞 好 关棚 你快来 怎么了 他在干什么呀 警派什么呢 是大姨 记住啊 以后不许再叫大姨 我们不认识 走了 走了吗 当然走啊 晓冉三交走会呢 走了 爸爸 他还带好他 你别看他 你也别管他 开车啊 好 你们坐好了 爸爸 他又不见他了 别捣乱了 好好开车 别伪着啊 不会 爸爸 他又追上来了 老板 你坐好啊 快去看东西啊 小雅 下车 赶紧进去医院 我跟你说 如果他喊你的话 你千万别搭理他 听见没有 小雅 放水以后 你就在学校里等着 看见爸爸和妈妈的车 你再上 如果他要让你上他的车 你千万别上 听见没有 听见了 爸爸 妈妈再见 再见 你盯着小雅那么多干吗 难道你还怕他绑架小雅呀 你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了 你忘了致命诱惑里 那只兔子了吗 不至于吧 小雅跟他又没仇 我想也不至于 可咱们总得提高警惕吧 走 我送你上班 来了 走了 镜子 走啊 你去吧 你进去以后我再走 我的乖 我并看你 Gong 你呢 放孩子 这里是那股车库 有停车上吗 没有 我去找人 那你把车请到停车上 自己进来一趟 老白 我来不了了 你让小王小刘 他们带着暗卷 到五周大雨天咖啡厅跟我见面 这个钱盯着我呢 对了 你别把我的序箱告他 行 你放心吧 嗯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我出来 来 出了小王康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没在 小王康不出来 他不在 他没回来的 他没回来的 他没有来的 小王康 你给我出来 他真没在 这是在五城河 你不要理解 小王康没在 我看看他开车进来的 小王康 你给我出来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 小王康 老白你给我让开 有什么事情 我们出去说好不好 跟你没关系 东海赶紧 车滑对我 甭东走吧 小王康 你给我出来 小王康 你给我出来 今天你要是 终于走出来 你不能让开 你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小王康 你给我出来 小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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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呢 他找不着我 就大闹了一场 后来 给老白他们请走了 要老是这样 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知道 可除此之外 你说还有什么 更好办法 要是他 那咱们家等着怎么办呀 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啊 就像今儿早上 他不就堵在咱们家门口吗 你干什么了 我再考虑你 咱们还回不回家 怎么不回啊 那是咱们自个儿的家 干嘛不回 你想 要是他就在我们家门口堵着呢 那也得回啊 怕什么呀 对啊 怕什么 他们俩呀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那个女人死了心里 没事 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 什么智慧呀 他们读书读的不少 可竟办了蠢事 我看呐 这书读得越多越蠢 你说那关鹏 愣让那个女的给拉上了床 小霜呢 引狼入室 还把他请到家里去了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你呀 也不能说他们蠢 他们只是观念和咱们不一样 他们有他们的出事原则 什么原则呀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当断不断 必受欺乱 要是有我当年的魄力呀 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还好 还好 这算什么事 走 想吃什么呀 哎呀 随便 随便 先啊 先啊 嗨 你想吃什么呀 随便 怎么都是随便呀 我告诉你们啊 最快就俩字了 说出一答案了 别让我上脑筋 我现在是吃什么都没胃口 那行吧 那我做什么 你们吃着吗 好 这谁呀 赶这饭点上别人家 这是一行吗 我去看 来 是不是一孩啊 不是 敲错门了 来 你忙去吧 来 你 对不起打扰一下 我想有些东西落在这儿了 我想找找看 进来吧 我们正准备做饭呢 你吃了吗 没有 我现在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有一口就吃 每一口就算 哎 你忙你的吧 甭管我了 那行 那你进去找吧 我做饭去了 来 行 回去做功课 没什么变化吗 不可能有任何变化 也没这个必要 你不是要找东西吗 你不是要找东西吗 请吧 阿 accept 你想要找什么 我找我的信 我丢在这儿了 你能帮我把它找到吗 你能帮我把它找到吗 你不信吗 我丢在这儿了 你能帮我把它找到吗 你不信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改变一切 不可能 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不一定 只要我全力以赴 我就能改变 你不相信吗 我不信 罪和愧疚还有秘密 一直把我们绑在一起 你懂吗 我们有多少次要分开 可是现在分开了吗 这就是命 你躲不过 你也逃不掉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有多可怕 不是我 是你 怎么 想打我吗 好啊 你打 你打呀 也许你打完之后 我们俩都能好受一些 别走 陪我再待一会儿 你疯了你 我就是疯了 是你把我逼吗 你们俩这两天怎么样 stim 我们马上就过来啊 好 再见 关头啊 咱们得过去一趟 我爸新疼民有饭了 那快走吧 别做饭了 你去叫萧雅吧 把书包带上 没准啊 得跟那儿坐坐夜了 行 真不巧 事情改一块了 东西找着了吗 她根本不用找 因为她什么都没丢 是这样吗 可能是吧 我现在进行不太好 老是丢三辣死的 我没什么事了 我走了啊 再见 再见 爸 怎么了 走了 爸怎么样了 回头再跟你说吧 你先拿下药厨去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你可能啊 得跟那儿住下来 爸的病那么严重啊 去了再说吧 开两辆车 我跟待你后的 走吧 我趴走 你る啊 好了 你的人 有什么事了 你快点 машины 你有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了 你会说我 你还没在你 你什么事了 我就希望你 妈 我看从今天起 就让冠鹏在这儿住些日子 一还跟我回家住去 没这个必要吧 当然有这必要了 咱惹不起还躲不起 我看我姐这办法行 咱最好别惹她 对 冠鹏就住几天 这里比哪儿都保险 那当然了 那个女的要赶上门来骚扰你 看我怎么收拾她 爸爸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放心吧丫头 不会太久的 是不是才能吃啊 没有 怎么不听我还能吃 你怎么不听我还能吃 小光鹏在哪儿 你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小光鹏在哪儿 他在哪儿跟你没关系 姐 你们先走吧 跟我玩这一套是吗 姐 你不要再这样了 你这样会毁了别人 也会毁了你自己 你知道吗 你是在教训我 你这样真的不好 你闭嘴 你想过David吗 他在地下 也不会有安心的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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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的眼睛已经好了 就应该回去工作 我相信 你会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大家也都很希望你早点回去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这毫无意义的追逐当中呢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你所追求的 是你永远得不到的 是吗 好 再试试看 关彭啊 下班以前呢 往家打个电话 我好提前把饭给准备好 谢谢啊 关彭 你这方面怎么那么多人呢 你 你这儿干什么呢 我把他给信了 他跑得太快 我追不上 你凭什么这么干的 都是你逼的 我看你还躲不躲我 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你啊 追别人丈夫追到这儿来了 我真是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你说谁不要脸 谁不要脸 我说你呢 我的女儿女婿多好的日子 就像你这个害人精给搅和的 你们大家看看啊 见没见过像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呢 这女人真是不要脸 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你就是垃圾 你就是社会的祸害 竟然把你像这么垃圾样 把你给扔出去 你说谁是垃圾 你说你呢 你说你呢 你凭什么说我 我要 你说谁是垃圾 你凭什么打你 你凭什么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你说的就是你 你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好了 你凭什么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 你给我听着 你要再闹我去 我就报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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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点吧你 便宜她了 不能让她走了 好了 好了 至少厉害就行了 没什么好看的 走 都没什么好看的 走 走 走 秦瑞 秦瑞 毕总 您找我啊 好 谢谢 秦瑞 有件事情 我跟你说一下 我女儿前几天来个电话 说她出了个男朋友 是澳大利亚的小伙子 准备要订婚 让我过去看一看 还说她母亲从出国以后 一直是一个人 看一看能不能接这个机会 我们见个面 他们彼此之间的 有什么变化 说是能不能接这个机会 把我这个破碎的家在 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了 毕总 我觉得想法挺好的 你就认真地考虑考虑吧 是啊 所以我想董事会 请两个月的假 准备去看一看 机票我都订了 今天晚上就走了 今天晚上 那公司的事怎么办啊 我已经跟董事会说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 公司的业务由你来处理 我 我不行啊 不 你行 公司的业务方面 今天这几年主要都是你来负责出来 而且你又是公司的元老 董事会已经通过 人民理为公司的副总经理 监着设计总经 你这样可以明日言顺地 把公司给管理起来 毕总 我谢谢董事会对我的器重 可是说实话 我真的是没有经历 再管公司的事了 我家里那碳事就够我烦的了 怎么 麻烦还没有解决 就像你以前说的 蛇刚被我暖过来 就咬了我一口 而且啊 他还死死地缠着肖冠鹏不放 冠鹏现在都不敢回家了 真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 一句半句啊 也说不清楚 官方电话 我接一下啊 你接吧 喂 怎么会这样啊 我看 咱们得另想办法 他扰乱我们的生活不要紧 可是不能让他再扰乱 老人的生活 要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宁可花钱住旅馆 你说呢 冠鹏 你看要不这样吧 你要没什么事的话 到公司来找我 完了你把情况仔细跟我说说 咱们俩商量一下对策 嗯 行好了 那我在公司等你啊 好 再见 哎呀 麻烦事越来越大了 把我妈也给绞进去了 说说 怎么回事 不不不不 这太不合适了 不行 要是在这儿 从今天开始 我这房子 你最少可以支配两个月 即使我回来了 如果需要的话 你还可以继续住 来 来 不不不不不不 这这不行 你要是再这么客气的话 你就把我当外人 叶叔 我说起心里话 我应该非常感激你 从心里感激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还绝无不到这么多的事情 就算是 我为了让你安心地把公司管理好 我也应该这么做 来 来 不 拿着 小律师来了 那 你们谈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来 她干嘛呢 什么干嘛呀 快说说吧 怎么回事 意思很简单 咱们得换个地儿住 妈那不行了 要不 咱们真的到饭店去包心房 你和夏还搬过来住 分开住 我还真有点担心你们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啊 已经解决了 喂 喂 毕总啊 谢谢啊 我和叶霜都非常感激你 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您这才叫雪中松炭呢 谢谢 谢谢啊 别客气 我这也是为了公司的理解 因为今天要走 不能帮你们搬家了 你们就拿我那儿当 怎么样 没关系 怎么都行 好 祝你们全家愉快 回来见 来 再见啊 再见啊 筒子 筒子 快去吧 快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晚上 我找遍了所有他可能去过的地方 查遍了全城所有他可能住过的宾馆和饭店 可是哪里都没有他 连他的老婆孩子一起突然消失 像是突然间蒸发了一样 我简直都要疯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